今天养生堂节目现场 主持人给观众展示了一个神秘的医疗设备 据说成分中还有一种稀有的金属 强度高硬度高 多用于人体一个负重最大的部位 您知道这个最硬核助力器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吗 那这个东西让叔叔阿姨感受一下 你拿来手里摸一摸 见过吗 没见过 敲一敲 非常的坚硬 你觉得它是什么材质的 好像是不锈钢 挺沉 我听今天的专家告诉我 什么样的人有可能要接受这样高难度的手术呢 他们的体检当中通常会出现一个高频子 那就是高血糖 您以及身边的家人有血糖的问题吗 有 谁 我老公 我婆婆和我妈 他们都是 糖尿病 糖尿病 那您要注意了 那我给您来一个机会 您感受一下 这个部位如果出现了问题 就有可能要接受最硬核的助力器 阿姨 您拿手摸一摸 这凹凸不平 挺深的 大概有几公分 出现这样凹凸不平的情况 应该是腿部的膝关节 膝关节 对 糖尿病的人缺膝关节有可能会受损 对 这个小小的有一点硬的这个医疗设备 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回到场中 请专家为我们揭晓 欢迎来自北京同仁医院 主任医师张明珠 欢迎张老师 主任好 杨七好 欢迎来到养生堂 谢谢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主任 咱们直奔主题 我手中拿的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材质的 什么样的人群会用上它 这个是一个稀有金属的合金 我们最常见的是钛合金 一般来说 是我们中老年人 需要用这个设备和器械 那如果不用这个 我们有一部分老年朋友 有可能就要用上轮椅了 也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去做这个复杂的手术 是的 那我们也有遇见这种患者 那比方说它一些条件呢 不允许用这个设备 那比方血糖特别高 一旦要做这个手术呢 有可能发生了溃养感染 那最后还有可能截肢了 另外呢 比方说它糖尿病呢 骨质的疏松比较严重 所以呢我们可能就不去做这个手术 患者呢只能靠轮椅呢来出行 那我们说到了 这个高级别的手术 它也具备三高的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它到底有多复杂 第一个材料 要求高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关节啊 是承重我们全身的体重 在我们走路 甚至在跑跳的时候 承受我们体重的三到四倍 不过剧烈活动呢 承受我们体重的五倍以上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比如说一百五十斤 那可能它就要承受六百斤的重量 所以这个它的承重很大呢 所以对它的要求也非常高 如果它的质量不好呢 可能我们一蹦一跳 它就裁坏了 对 裁碎了 所以它是一种细有菌做的材料 设计要求高是因为我们这个关节 它的功能特别复杂 三百六十度呢都能动 灵活 前后左右都能活动 那一旦如果它设计不好呢 它可能就会脱位了 那就失去手术的作用 甚至造成残疾 没办法走路 第三点呢 这个难度高 是对我们骨科医生的要求呢 非常高 这个手术呢 全年全国可能只有两百台 那只有在很少数的部分医院 能够开展 所以呢是我们骨科最难的手术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测评的这些图片 不知道还以为是大兴的气球现场 是吧 这个零件 螺丝 还有架子 长长短短 咱们到这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看这些设备就知道 一场应战要来了 主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都是什么呀 这刚才手中的助力器 在这个架子里 是吧 钛合金 加体 当然我们有不同型号的 有小的 有大的 有中号的 不同型号 你看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大 大一点 对 比较厚 因为我们的个子高矮不一样 脚的大小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找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尺寸 这个就是我们测量它的力线的这个 力线 对 力线呢 就是看不见的 简单跟大家说 我们的髋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 原则上是一条直线的 如果不在一条直线呢 我们就出现了 你看O型腿啊 X型腿啊 那你走路就会受影响 如果一旦测量不准 或者是测错了呢 那我们手速呢就完全失败了 而且这导航呢是静切到毫米 一点都不会差 了解 那我看到您还准备了这样的一个设备 这个呢是我们的易用电锯 易用电锯 很有分量 说实话 像一把枪一样 而且这个锯 给大家展示一下 前边 这地方是有这个刀刃的 没错 对 那这个 它是很锋利啊 今天我们这个骨头比较大 我们用的是大的锯 当然我们骨头小 会用小的锯 那我们给大家今天初步演示一下 手术是怎么做的 我们首先要截骨 截骨呢顾名思义啊 就把这骨头截断 那我因为为什么要截骨呢 比如说这些软骨啊 它还有 你看很光滑 如果有关节炎呢 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看到 都有坑坑洼洼的 它的软骨已经破坏了 那这些软骨破坏的 就不能够再保留它 它还会疼痛 那我们就把那些疼痛的炎症 给它切掉 好 换上这个金属的甲体 它就不疼了 好 那现在开始给大家操作一下 我在旁边当这个助手 我都觉得心惊胆战的 我的手指抖 这个锯呢抖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的手不能抖 如果抖的话就不会这么平整 这样呢 撞上甲体啊 不会晃 所以这个对我们要求也很高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截骨以后啊 用工具啊 给它造一个合适的一个窝 很匹配地放进去 这个窝也不能太大 太大这个甲体就会松动 我们要给了不起的张主任鼓鼓掌 那回过头来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群 有可能要接受这种高风险的手术呢 很简单 一个不花钱的测试 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初步来判断一下 我们请两位观众好不好 主任 欢迎一下两位阿姨 好了 阿姨 先问一下 年龄 六十四 我五十三 之前有了解过 刚才我们展示的这些设备吗 没有 看得我心惊胆战的 是 所以咱要学习学习 咱自己的身上 这个关键的部位 有没有一些安全的隐患 那我们今天做的测试啊 就是单腿站立 一个脚提起来 用另一条腿站立 同时呢 要闭上眼镜 然后脚一点地儿停了 我看大家能站几秒钟 那我们邀请电影前的叔叔阿姨啊 咱们都学起来 但是最好身边要有家人啊 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我们来学习自测 好 单腿 左腿 右腿都行吗 都行 三 二 一 走 加油 阿姨 加油 阿姨 闭眼睛没 闭眼睛啊 是闭眼睛啊 加油 阿姨 停 阿姨 15秒 这位阿姨你准备好了吗 开始 阿姨加油 这咋 到五秒就停了呢 阿姨停 接下来我们对照着这个年龄 和这个秒数 请我们的张主任 做一个点评和解读 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年龄越大 能够站稳的时间越短 是因为我们的机体的协调能力减弱 当然我们这是大体的标准 但是我们五十岁的阿姨 十五秒是已经非常好的 当然它开始是有点睁眼睛了 这个为什么要闭眼睛呢 当我们闭眼睛的时候 完全靠我们大脑的前停功能 以及我们身体的肌肉的协调能力 这样呢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稳定 如果在这个少于这个时间内 已经点地了 就说明我们的平衡的功能减弱 那我们这个重要的部位 重要的关节的稳定性会变差 那有可能就发生这个关节炎 那就有可能就要做这个手术的 潜在的风险了 所以呢 基本上还可以 我们五十岁的阿姨 六十岁的阿姨呢 标准是十秒 它基本是达到一半的标准 这个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 相对呢 可能稳定性就差一点 所以要回去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里面 还会叫大家做一些锻炼 让它更稳定 不至于呢做这个手术 阿姨您是猜一猜 它有可能出现隐患的部位 到底是哪儿 膝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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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的腿吧就是滑膜炎 您就觉得您的膝盖不好 所以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就是膝关节 对 完了我还觉得 好像是谷密度的问题吧 我也觉得也是膝关节 那到底是哪儿呢 是不是膝关节呢 我们用掌声 先感谢一下两位阿姨的做到 当然此刻呢 也欢迎大家呢 跟我们积极地互动起来 欢迎您拿出手机 扫一扫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免费领取 本期节目的课堂笔记 以及专家为您解答的 300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问题集 两位阿姨一口同声说 膝关节的问题 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实际上我们前面提到 这个关节呀 这个部位呀 是怀关节 它可以呢 360度呢 都可以活动 前后左右 这个斜的方向都可以动 所以这个关节是 我们下肢最不稳定的关节 它承受的全身的体重 我们膝关节呢 是承受可能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体重 另外呢 我们膝关节呢 是比较稳定的 它只能前后动 它左右呢 很少活动 那这个手术呢 叫什么呢 叫怀关节置换手术 那我们经常会听见 我们的邻居 亲戚朋友啊 小区里边 都会有做膝关节置换的 很少你们会听说 哪个叔叔阿姨 做了怀关节置换 因为它这个手术呢 开展的医院很少 医生能开展 这手术也很少 我们的怀关节啊 由三块骨头组成 这个呢 是颈骨 旁边呢 小骨头叫肥骨 里边呢 藏在这里呢 是锯骨 这个锯骨呢 它的四个面呢 全是软骨 所以呢 它非常容易损伤 而且损伤以后啊 非常难修复 那这样 主任 我们就情景再现一下 我们带大家呢 走进 怀关节的世界 我们一探究竟 哎呀 张老师 哎呀我的天哪 咱俩变小了 是 呦 这就是怀关节 这有点像海底世界呀 是的 这都什么呀 这么多水 还有点浑浊 这个是关节液 那我们正常的关节液 是很清亮的 但是我们这个患者有关节炎 所以就显得特别浑浊 那我们上面的这大骨子呢 是筋骨 下面呢 是锯骨 这个地方是容易受伤的位置 是的 哎 那你看这上面这两个骨头 它一会儿动起来了 摩擦 咱俩是不是就危险了 小心一点 非常危险 我趁它休息 咱们往前走一走 走 这是什么呀 哎 这白白的 这个是软骨 滑滑的 嗯 那它是保护我们怀关节的 嗯 哎 踩一踩 嗯 这怎么有软的 这地儿还有硬的呢 是 旁边硬的 是皮质骨 它表面的软骨 已经完全摩擦掉了 嗯 但这个患者 好像跟普通人 有点不太一样 对 这个软的地方 相对来讲少 是吧 而且前面你看 有这个大坑哎 小心 这个坑啊 是它的软骨也损伤了 皮质也损伤了 已经到里边的松脂骨了 就像我们一个大坑 那这种情况呢 是一般建议我们 糖尿病患者的坑 会更大 更深 我去看一下 小心一点 别掉进去 呦呦呦呦 这太大了 这幸亏有这绳子 要不然我真的就掉下去了 快快快 好 终于回到现实世界了 接下来我们要 好好地请教一下 我们的主任 为啥糖尿病的 怀观觉那么可怕 又有坑 然后软的又那么少 都是硬邦邦的 那我们的糖尿啊 血管呢容易堵塞 嗯 那它的血运就比较差 怀观节 在我们全身的最低处 它本来自我修复能力就差 营养又跟不上 就会血上加霜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关节的模拟图 嗯 这个两边呢 是韧带 哦 那我们的糖尿啊 的韧带呢 它的自我修复能力 相对我们正常人呢 就会减弱 那它的韧带里的纤维 比较少 而且呢 比较脆 容易断裂 变得很长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见 正常韧带是这个弹性和长度 但是我们的糖尿的韧带呢 可能就变得这么长 嗯 那我们的关节呢 就会很松 嗯 活动度很大 就像我们 这个寺庙里的钟 帮帮 天天在撞击我们的关节 就把我们的关节的软骨 撞坏了 第二点呢 我们的老年 糖尿呢 血运就比较差 营养又跟不上 它的骨质的疏松很明显 骨头很松 很松以后 一旦有一点损伤 它就很难修复 它的骨密度很疏松 和我们的骨密度很结实呢 是不一样的 它里面的 就像我们豆腐一样 很软很软 所以呢 我们的软骨 一旦有损伤 一点点损伤 这就出现坑了 看见没有 很明显 这个坑呢 会越来越深 实际上 我们的关节里 有很多关节滑液 那这个就像海水 河水一样 把我们的这个泥沙 都冲走了 就坑会越来越深 当然到了这里以后呢 会到了这个皮脂骨 骨头比较硬 那我们这里会 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会继续往下 对 往下 腐蚀 想想我们每天在走路 其实是对它的一个 装击和损伤 那会一直往下走 会很深 而且呢 有一些典型的病例 比方说它 糖尿病呢 比较严重 那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用这个 包括关节径手术 用这个碳钩呢 一碳 一插 就很轻松就进去 就比方说 像我们 像这个豆腐一样 用筷子呢 一插 软的 对 很软 很软 很疏松 这个坑 像这个豆腐 也出现坑了 这种情况呢 就没办法 做怀关节 置换 这个手术 好 那刚才我跟主任 其实演示的呢 是一个 模拟的场景 那实际在 关节静下 我们糖尿病的 怀关节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影像资料 这个呢 是我们的 怀关节 我们可以看见 很多 刚才我们很 浑的那些 就是浑的关节 滑液 这个黄色的这里呢 原本应该是软骨 但是软骨没了 这边白呢 是正常的软骨 这些呢 都是已经没有 软骨的骨头了 就是我们看到 下面的皮质骨了 那这个软骨啊 它是不疼的 它是很光滑的 保护我们的 怀关节的 但是一旦 这个软骨没了 那走路呢 就是被摩擦到 就会疼痛 用碰硬了 没错 硬骨头 碰硬骨头 就会疼 那这个呢 是相对稍微正常一点 那这个一看呢 这已经破坏的 你看 这个坑 刚才我们 这个在动画里 看的这个坑 那这些呢 也是破坏的一些软骨 都一个 很多毛毛糙糙的 已经不太好 您见过坑 最大的是什么样的 这坑呢 当然最大有 两厘米三厘米 就相当于 基本上快穿透了 把锯骨穿通了 甚至穿到底了 那基本上可能 甚至达到四分之二 四分之三 就像我们的柱鸭 我们这鸭呢 是完全空了 弄神经了 这个鸭可能就得拔掉 我们还有一单视频 这个就跟刚才 完全不一样了 这斑斑横横的是什么 主任 这个呢 实际上 也是我们的软骨 但它软骨呢 有一点好 有一大部分不好 对 就是说 这个就是坑 比较多了 这个坑还比较大 你看 这个整个这一片没有 你看 这个边还有一点软骨 白色的就是软骨 对 这个呢就是 比损伤比较大的 你看这个是一个坑 这个 这里头呢 又是一个坑 那这个整一片都没了 那这边还有一点 但是实际上 还不如刚才那患者好一点 那它的损伤的范围 就比较大 坑呢也比较深 很明显 看这里这一片 整体都没有 但就是有 一个小包 一个小包 还剩一点软骨 那这个软骨的条件 就非常差了 更严重 糖尿病人 发展到什么程度 多少年 会有可能出现 刚才这样的一个 一般来说 十年以上 但是我们也看见 有糖尿病 五年以上呢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呢 我们尤其一些糖友 在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 会加速 这个蜕变和损伤 今天呢 我们也有一位 患者朋友先生说法 这一位呢 也是我们张明珠主任的 一位患者朋友 欢迎两位 我今年六十四岁 糖尿病多久了呀 十二年了吧 我是大概是二十六七年以前吧 然后那是从大车上跳下来 然后就歪脚 活得撩得疼 就蹲在那儿起不来 起不来以后 然后就是肿的 肿了有一个多星期吧 反正就是本身我是开车的嘛 然后就也没在管它 养了几天 然后就继续开车了 该干啥干啥了 最后反正二十多年 这几年吧 反正就是 无形中总是有那个崴脚的意思 等到后来发展到就是 走到那个平路 路不平 或者有点沙子 有点石头一碰 就感觉就要崴脚似的 到了一八年左右 就是开始逐渐的 越来越严重了 开始疼了 我刚一开始 我在我们那个小区的 有个休闲广场 那个走一圈 大概是四百米左右 我那时候一般能走两圈 等到后来的时候 那就走不了了 就一圈 一圈完了 最后再到最后就是 正着走不了了 然后倒着走 倒着走 退着走 等到后来到了 一年就比一年严重嘛 走到后来就站都站不起来了 椅子上假如说在椅子上坐着呢 一站起来 就赶紧 马上就站着 就是针扎一个 就爬起来了 自己就跳一下 就赶紧坐在那儿 就疼到那种地步 完了来北京之前 做手术之前 这是坐着轮椅 我姑娘推轮椅 把我推来的 旁边这是您的女儿是吧 对 父亲前两年发病的时候 才了解到他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可能包括我们 现在都是年轻时受伤 就崴了一下或扭一下 大家都不以为意 然后这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在这里 但是看到爸爸的 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 最严重的就是他帮我 我们在外地工作 他帮我带孩子的时候 就是我父母他们寸步难行 然后我们就正好又赶上 疫情最严重的那两三年 我们回不来 他们也出不去 然后我们还是依然决定 在国门开放的第一时间 及时回来 为父亲把这个脚治疗一下 但当到家的第一时间 我看到父亲的脚踝就是肿到 肿到什么样 就像一个面包面团一样 就两只脚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 右侧是吧 对对对 我当时看了是非常心疼 因为我们小时候 如果脚擦破了个皮 父母都以成天成夜地守着我们 然而当父母 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拖了二三十年 我觉得说实话 我心里很痛的 我心里很痛 对 左脚是好的 我愧疚 我很愧疚的 所以现在就寸步不离爸爸 然后我听说你们是专程 坐飞机赶到北京来 路药生堂的 对对对 这次是必须要感谢一下 我还是先讲一下那个 因为当时父亲疼痛到已经 给他买了很多支药膏 他说你这药膏挺好用啊 我用一下 我就每次问爸爸 这个药膏怎么样 他说很好 你们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就是很好 但是当我看到他回家连从厨房 从厨房走到客厅 一瘸一拐的那个背影的时候 作为女儿 真是内心很难接受的 开心 包括真的是通过 养生堂这个节目 谢谢 我们是了解到这个 张主任在这个方面 条文就是马不停蹄 就赶过来 张主任你得给我们回忆回忆 当时你见到黄叔叔的时候 情况有多严重复杂 他我们就是拍片子 一看呢 他的关节啊 间隙没了 那里边呢 当然我们做核磁共振 你看软骨都磨损没了 那这种情况 我们是叫怀关戒炎的晚期 是第四期 就选择这个怀关戒致患的手术 当然要提到一点 就是的确黄叔叔也提到 他这个血糖当初不好 就住院的时候 我们查了不好以后啊 又调整了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 才把血糖调整好 那这个如果血糖调整不好呢 实际上麻醉和手术本身就有风险 那会出现可能脑梗 心梗 这个心脏甚至皱停 以前也发生过这么高的血糖 出现手术的意外 那不是说这个局部 我们关节置换失败了 是这个麻醉就有意外 所以这个我们调整了一周 调整稳定以后才做了手术 发边的部位我记得说是右边的这个怀关节是吧 对对对 现在可以我们看一下吗 哇 就这个位置是吧 对对对 哦 是那个坑堵上了 不会再有了吧 对 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看 它现在就几乎不肿正常的 对 那走路几乎和我们正常的怀关节是没有区别的 走路走个两万来步 两万来步 都不肿 这就有点太多了 都很轻松的 叔叔你能走两步吗 好的 哇 这很难想象啊 一年以后怀关节手术 感觉像军人走路 以前当过兵吗 叔叔可以了 哎呀 这太挺麻了 就像模特一样啊 是吧 叔叔阿姨 咱给叔叔一个掌声 真棒 现在感觉太幸福了 当爸爸的也感到了小苗的 温暖 是 那听个小苗话 有什么话想要对您说 爸爸 只要你好 我们大家才真的好 才能真的幸福 父母在 儿女尚有归途 所以说希望你们健康 长寿 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也必须得感谢张主任 这是我有生以言最大的缘分 谢谢 那代表养生桃 我们也送个礼物和祝福送给您 叔叔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伤胃 孩子喜欢吃老人一消化 是我们养生堂 特别推荐给您的好面条 全场掌声 感谢 谢谢 谢谢 黄师叔 祝您平安健康 谢谢 感谢 好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积极地互动起来 欢迎您拿出手机 扫一扫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此外呢 您也可以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 免费领取本期节目的课堂笔记 以及专家为您亲自解答的 300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问题集 好了 刚才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点 除了糖尿病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崴脚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崴脚的经历 对不对 为什么崴脚容易发生 怀关节的损伤呢 我们的确啊 崴脚非常常见 但是就像黄叔叔讲的 尤其年轻的时候 崴脚不当回事 刚刚开始呢 的确没那么疼 问题是如果反复崴脚 就会出现问题 那在第一次崴脚的时候啊 实际上 它我们怀关节周围的韧带啊 已经损伤了 为什么肿呢 也是损伤的原因 当然过一段时间消肿了 可能第一次损伤不太重 如果反复的损伤 我们叫习惯性崴脚 那这个就比较严重 韧带一旦损伤以后啊 它能够自我修复 但是需要我们制动 需要保护一下 如果它反复崴脚 那我们韧带呢 实际上都是 就像这个布条 或者纸条撕得很碎 撕得很碎以后 它就失去保护 我们怀关节稳定性的作用 关节撞击这个软骨 软骨就会一点一点掉一块 一天掉一小块 最后呢 我们大部分软骨都掉霉了 那就会出现怀关节炎疼痛 那这个呢 就会引起我们的怀关节炎的一个原因 主任为什么崴脚之后 刚开始有点疼 后来呢 这种疼痛管 好像就减少了 另外 我还发现了 崴完了之后 会经常性的崴脚 而且天气 这个比如说变天了 冷了 热了 下雨了 好像这脚也会不舒服 为什么呢 那我们怀关节 崴脚以后啊 它这个不稳定 就会反复崴脚 那崴完之后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就像您说 可能第一次崴脚 过几天休息休息 它就好了 对 不怎么疼 对 那这个情况也是好事 但是我们问题 现在还会发现 它会去做一些运动 比如说继续倒着走 或者是我们去打球 那就会在没有 完全好的情况下 加重它的损伤 那么后面崴脚 就会比较疼 那反复崴脚以后呢 就像您说 你的脚就变成天气预暴了 天气阴天 下雨天 怀关节就不舒服了 是因为 我们的阴天气压比较低 我们的关节呢 里边它是一个空间 那气压低以后 它就会往外胀 你就会发现 你会感觉到 你的关节呢 酸 胀 不适 这个就像天气预报一样 就说明里边有问题了 如果是正常的软骨 那它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一旦有损伤 有个小眼 一个小洞呢 它就冒出来了 就会发现 有不舒服感觉 那所以崴过脚 或者是经常崴脚的 这些叔叔阿姨 穿鞋呀 包括走路啊 运动要格外地要注意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排查一下 我们崴脚的人 尤其是糖尿病 又崴脚的人 我们的怀关节 是否有健康的隐患存在 其实很简单 几个动作 就可以教大家 去测一测 咱们的怀关节 是不是稳定的 是不是健康的 节目开始进行的 闭眼单腿站立测试 可以帮我们初步了解 怀关节是否平衡和稳定 如果您测试不达标 接下来还可以 跟着专家进一步自测 从怀关节的灵活度 以及肌肉力量两个角度 找出您怀关节的潜在问题 我们请两位观众 好不好 谁愿意 主任你看这两位阿姨 这怀关节应该挺好的 走路多利索 来 请坐 请坐 谢谢 好 那逐一的采访一下 阿姨 您的怀关节出现过问题吗 出个问题 买过脚啊 我一个节 我就下坡 然后给尾了一下 啥时候崴的 22年 这就前几两年的事 前两年的事 对 当时严重吗 当时就那个 他的骨头有点裂 然后拍照 拿点消炎药吃一下 然后好像都 有一百天左右 还是疼 好 有过严重的崴脚时 我们再问一下 后面这位阿姨 我崴过了 那边还习惯性崴脚 习惯性是个什么品次 就是 这边脚歪一歪完了 这边脚 还换着来了 还换着来了 后来之后 我也没当回事 当时也是 没觉得特别疼 后来之后 一走路就疼 疼着疼着就忍了 过去了是吧 对 自己买点药 然后摸摸腾门 很危险 这样正好张明珠主任都在呢 好 主任 你有必要教育大家 看看他们俩的怀关节怎么样 我们今天可以做两个测试 好 然后呢 看一下大家的怀关节的稳定性 它的这个怀关节是否健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 好 来 这是我们测试关节的活动度 往上 就是我们尽量往上勾脚 看你能够多大的幅度 对 专家提示 做怀关节灵活度测试时 首先让足怀保持放松状态 然后向上勾脚背 正常情况能勾到15度 不足15度 说明关节有病变可能 但超过25度 则要考虑关节过深 也要警惕 然后再绷直脚背测试 正常情况 角度能达到30度 不足30度 说明有病变可能 但如果超过45度 则要考虑关节过趋 影响关节稳定 也要警惕 我们从初步来看 两位阿姨的角度基本正常 那如果我们到了晚期呢 的确呢 怀关节过不上来 那是晚期的关节炎 说明你这关节啊 经常的崴脚 或者前面一样长骨头了 有骨刺骨嘴阻挡它 跳不起来 当然也有过度的 这个比较少 就说明关节特别松 灵性就差一点 我们站起来 再做第二个动作测试 那叫单腿踮脚 那我先教大家动作要领 大家可以跟着我做 那就是它叫连续单腿踮脚 那我们首先也是 一个脚提起来 另一个脚站立 然后呢 脚尖点地 脚后跟呢 抬起来 连续提 那提多高呢 我们这个要求呢 是和地面呈十度左右 大约呢 高度呢 五公分 四到五公分 接近三指的高度 就是你自己感觉 也不用太高 当然你可以更高 那我们就开始做 大体大家可以数 也是按年龄去数的 就是这个不限时的 你可以一直做 你看连续能做多少 但是你坐一会儿 可能就没劲了 就坐不动了 你可能就得休息了 休息呢 就得停了 这个 所以我们看连续 能做到最大程度 做多少 就像我们做 引体向上一样 你以下能做多少 我想问一下 几个问题 在家里做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支撑吗 还是说不需要支撑 实际上 不主张 完全有扶着 因为你扶着呢 相当于手在用劲 相当于两个脚在这了 因为我们怕 现场有摔跤 那实际上 如果要不服的话 难度 做二十个难度 还是比较大的 是完全靠一个脚的力量 因为我们走路 不可能主个拐棍走 对 实际上你再感觉一下 实际上不一样 对 怎么测呢 不同年龄 连续 单腿 垫脚 次数 好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为什么跟年龄相关 那实际上 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个测试 是测试你能单腿 单腿 这个站立的时间 那这个呢 是锻炼看咱怀关节的力量 以及它的稳定性 那如果我们单脚 这个垫脚的次数相对少 于这个标准以后啊 就说明它的关节的功能 不那么好 在测之前呢 我们还要问一问年龄 阿姨您的年龄 我五字五 五十五 那正常您应该做二十五次 是吧主任 对 您呢 六十四 六十四岁 是二十次 好了啊 好 来两位现场我们实测一下 连续单腿 垫脚 能不能达标 阿姨您要尽可能达到二十五次 后面那位阿姨 按照您的年龄推算 您大概应该要做二十次 来我们全场准备给两位阿姨掌声啊 三二一 开始 慢点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好 主任 那行 实际上是一个简单测试 同时呢 如果有崴脚的情况 也建议大家多做这个锻炼 你就像我们练哑铃一样 你不断地锻炼呢 这个肌肉就很强劲 脚呢 肌肉也很强劲 就不容易再崴脚了 那这个只是教大家一个测试 同时教大家怎么锻炼一个方法 明白 这就是一个测试的方法 还是一个训练的方法 教给大家 好了 两位怎么做的 你也看到了 你也点评一下 在他们扶着椅子的时候 你看 其实做的相对轻松 但是不扶椅子呢 实际上它要 对 可能只能做一半的次数 我刚才坐一会儿之后呢 就有点费劲了 因为我们在走路啊 也不可能拿着椅子 拿着轮椅去走路 不过低于这个次数呢 大体这个情况 它的怀关节的力量 和稳定性就减弱了 那就容易发生崴脚 尤其是习惯就崴脚 两位谁的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一点 差不多 好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位阿姨在完成度上 我觉得就是您相对稍微弱一点 阿姨您自己感觉呢 是 我也嘴里有个弱点 对 尤其是徒手的时候没有穿服 感觉很吃力 对吧 对 好 那我建议您下来这个节目之后呢 可以到同仁医院找一下 我们张主任 好好的检查一下 怀关节到底有没有问题 好不好 好 好的 好 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 那这样吧 代表养生堂 鼓励一下您 给您送一个小礼物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阿姨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Y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菌酥技术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祝阿姨全家健康幸福 谢谢阿姨 谢谢 因为崴脚的话 我们的韧带就会变得松弛 松弛之后 我们的怀关节将会变得不稳定 所以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的韧带 变得非常的有弹性呢 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教大家一招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同仁医院的朱春林老师 现场教一教我们 欢迎康福师 朱老师 朱老师已经准备就绪了 这怎么还把鞋给脱了呢 一会儿需要教大家两个动作 需要光脚 好 光脚 还要准备一个毛巾 是的 需要准备一条毛巾 好 我看一下这毛巾什么样的 就普通的毛巾就行吗 主任 我们这个脚和手是一样的 这有很多肌肉 它才能动 那我们肌肉越有劲 另外的韧带越有弹性 它走得越稳 所以通过这个锻炼 如果不锻炼 它这个肌肉就容易萎缩了 我们走路只是前后这么走 跑步的时候还有点抓地的动作 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缺乏锻炼 所以有空就可以多做一做这个训练 抓毛巾也好 抓床单也好 晚上睡觉前 你就做一做这个两个脚锻炼 让我们的脚踝脚底的肌肉 韧带更有劲 就不容易崴脚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前面踮脚的动作 我们以前还叫过弹力带去拉我们的脚踝的力量 都可以 只要是锻炼我们足部的脚踝周围的肌肉的方法都可以 包括活动作的训练 这个是可以做 也很简单 也很有效 所以通过这个锻炼 如果不锻炼 它这个肌肉就容易萎缩了 我们走路只是前后这么走 跑步的时候还有点抓地的动作 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缺乏锻炼 所以有空就可以多做一做这个训练 抓毛巾也好 抓床单也好 晚上睡觉前 你就做一做这个两个脚锻炼 让我们的脚踝脚底的肌肉韧带更有劲 就不容易崴脚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前面踮脚的动作 我们以前还叫过弹力带去拉我们的脚踝的力量 都可以 只要是锻炼我们足部的脚踝周围的肌肉的方法都可以 包括活动作的训练 那这个呢是可以做也很简单 也很有效 婷婷先给我们演示一下 那我们这个对我们的脚啊就像手一样 去抓把毛巾抓起来 哎很好给它提起来 停一会儿 这样呢就锻炼我们足底的肌肉 然后呢 反复地抓反复地提 让我们足底的肌肉啊更有劲 更强劲 这样呢你走路呢更稳健 不容易崴脚 抓床单也行 毛巾也行 我以前还抓过卫生纸 抓那个笔 真的 那个脚真的是跟手一样 越练越灵活 那通常什么评次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假如现在我们就在于这个急性期发作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能做了 是的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崴脚 本来都很肿 就不建议大家去使劲抓 但是建议大家活动活动 活动活动呢 就是促进肌肉收缩呢 促进消肿 有这个作用 但是力量训练还建议休息 那平次呢来说 可以每天睡觉前都做一做 那连续呢 能做个二十组 你就可以数一二三 就连续二十组 你可以做三组 可能就非常有效了 这日积月累呢 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足部 足部的肌肉啊 很有劲儿 很强劲 这样呢 你可以走得很稳当 是不是一边一边做也可以 同时这样刷也可以 一起做也可以 就看你的协调性 这个都行 锻炼 还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啊 这都有益处的 好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 也欢迎大家呢 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欢迎您拿出手机 扫一扫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此外呢 您也可以找我们的 养生辅导员 免费领取本期节目的 课堂笔记 以及专家为您亲自解答的 300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问题集 专家提示 崴脚后要多休息 脚踝部位不疼了 才算好了 在此之前要减少走动 禁止剧烈运动 必要时要使用护踝等支据 以防造成习惯性崴脚 加大软骨损伤 专家指出 软骨对踝关节健康 至关重要 关节致换手术 适用于损伤严重的患者 那么在足踝损伤早期 一旦软骨出现磨损 该如何修复呢 我们知道软骨它太重要了 而且它一旦受损的话 很难恢复 但我听说北京同仁医院 足踝外科有新技术 叫种子技术 对 什么叫种子技术 种子呢 实际上是一种细胞移植 那个细胞呢 就像种子一样 那么种在我们的损伤的部位啊 就可以修复我们的软骨了 其实就像我们做试管婴儿 那这个受精卵就是种子 我们就可以怀孕有小宝宝了 那实际上它和它的原理 有点类似 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模型 那比方说我们这一块啊 是软骨已经没了 磨损了 我们没了怎么办呢 我们从身体其他的部位 取一块大的软骨 那比方说我们以前从 膝关节取一块去补踝关节 就是拆了洞墙补细墙 但是我们膝关节就可能出现疼痛啊 出现问题 你取了就没了 我们当然后来又从 这个胯骨这里 就卡骨取一块 但是这个是硬骨头 不是软骨 那我们当然我们后边 又从肋骨 肋软骨取一块 因为这个是真正的软骨 那我们肋软骨 你可以重建鼻子啊 耳朵啊 这是真正的软骨 那实际上效果可能更好 但是我们现在的确有了一个新的技术 全国呢 只有我们在做 这个修复怀关节 这个软骨损伤的 那它是什么呢 的确是这个 种子技术 那这个 就是种子 它是什么呢 实际上 就是细胞 什么细胞呢 就是软骨细胞 我们从 我们的怀关节 或者是从膝关节取 一点点 你看我们以前要取 这么大一块 那可能我们习惯就损伤就很大了 我们现在就取 这么一点点 然后呢 这个细胞取完以后啊 我们在实验室 我们可以把这个细胞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变成很多 那再生是吧 对 你看变成这么多 那可能就是几个细胞 变了很多以后 我们就可以 就长出新的细胞来了 对 我们就可以移植到 我们损伤的部位 那损伤的部位以后啊 它就可以长出 这新鲜的 原装的软骨 就可能避免将来的 致患大的手术了 那太好了 那这个再生需要多久呢 这个呢 我们培养一般两三周 就足够了 很多的细胞以后啊 用注射器 未创的方法 就可以打进去 我们以前做这个 移植手术 这么一大块啊 你放不进去 我们看见那个锯骨啊 是藏在 怀关节里边的 要把 怀关节的内怀 锯断 就像刚才 用电锯锯断以后 才显露到 我们的锯骨 所以创伤比较大 我们现在用注射器 把这个细胞 细胞是很小很小 实际上没这么大 用一个 注射器 针头 打到我们关节里边 注射进去就好了 所以这个 它的修复时间 原本上 生进动骨一百天 但我们做完以后 这一年来 我们发现 可能八周 比如说七八五十六天左右 修复已经非常好了 我们做核瓷 长得非常漂亮 就不用 像以前 生进动骨一百天 在一半的时间左右 就可以得到 原装的 天然的 自然的修复了 太棒了 今天的养生厨房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种 特殊的食材 这个食材啊 大家呢 通常把它当作是 配菜来食用 其实它控糖效果 非常的好 到底是什么 我们期待一下 养生糖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技术 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伴家 幸福全家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鲁花养生厨房 配角食材已经在我手中呢 那说到了配角食材 那肯定就是我们平时 做菜放的一些配料食材呀 大家看 五颜六色的 平时做菜我们都会少放一些 配颜色 配味道 但是今天有着大功效的 那个食材 专家推荐的 是哪一个呢 说到控糖的话 其实这些食材 对控糖都有好处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 这个食材 它所含的营养素 有着天然控糖的 高手的美称 所以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会儿再说 天然的控糖高手 平时我们要只做配菜 太可惜了 所以问问顾大厨 您今天要给我们 带来什么好吃的 要用到这个高手 那今天我用这个 天然的控糖的 这个高手呢 来做一个山东菜的 一个代表菜的做法 叫做锅榻蔬菜盒 今天我要让这个配景呢 成为一个主角 那这道菜讲究一个 鲜嫩香 首先我们先起锅 做馅料 锅里少来一点底油 鲜的香菇 然后呢 我把它来备香 通过香菇自然鲜味 来增加整道菜的风味 倒入的是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它去除了黄区霉素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能让我们大家放心地来吃 而且还获得了我们国家科技进步奖 所以你看我们用的时候 只要用一点炒菜很香 花生香浓郁 炒到什么程度是最鲜的呢 炒制有些变色 它这种变色呢 几乎是一个焦黄的状态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再开始 再加入一些的这个胡萝卜 这个胡萝卜那么 可以适量来多一些 我怎么看到 我的这个配携的 蔬菜盘里面就有这个胡萝卜 这样咱们赶紧问一下李主任吧 今天我们这天然的控堂高手 它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好处 今天这控堂高手 第一个特点 它是绿色的 所以从你石盘里头 像我们这胡萝卜 洋葱 就可以什么呀 排除了 排除了 我们俩走 既然说它是控堂高手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它含有的这个 膳食纤维非常高 不光是控堂控制都有好处 我们今天这个 虽说是配绝的食材 但是这个膳食纤维含量 是很高的 现在剩两个绿的 一个胡萝卜 一个青椒 到底是谁呢 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堂 没错 这香菇和胡萝卜 炒干了都 对 立微的炒香之后呢 那现在我们再加入 其他的一些配菜 颜色呢可以多配 有红黄彩椒 还有绿的尖椒 当然再配点木耳 或者其他一些个蔬菜 也可以 我们继续再来了解一下 天然的控堂高手 它还有什么好处 今天推荐的这蔬菜 它含有的矿物质 比如说鎂 大家可能非常熟悉 它对心脏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 它也是我们 胰岛素的激活剂 它如果缺乏的话 会导致什么呀 这种胰岛素抵抗 它的风险是增加的 今天有这大能耐的 配角食材 好厉害呀 还有美元素 还能保护心脏 还能控糖 到底是什么呢 慢慢来看 刚才我们说了 要做山东老手艺 老味道的锅它 没错 其中一个亮点是鲜 鲜 我们叫它炒香菇 那还有嫩呢 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来 操作嫩的这个步骤了 现在呢 我要把它和现在手里 准备的这些肉馅 给它做一个混合 这肉馅的肥瘦 按照自己的喜好 来调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只鸡蛋 现在开始要加入一些料酒 馅料里加的呢 就是自然香料酒了 它是以陈棉光酒为酒机 配以18种原产地的香辛料 所以它是非常天然的 没有人工色素的 去腥增鲜 增香的效果特别的好 加的量比较大 把这个加水增嫩的环节 就给它去除掉了 非常鲜 又非常嫩的这个馅料呢 已经调整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 锅塔蔬菜盒的一个配角 换成主角那个食材 我想给你揭秘了吧 李老师 这就是什么呀 窝笋 平时我们都把它放锅里 放一点点 对 没想到它有大作用 今天就是它可以控糖 那什么营养元素 是可以控糖的 一会儿我们来揭晓 但是窝笋做锅 它怎么做呀 其实你看事先 我做了一个预备的处理 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用盐呢 给它沙了一些水 就柔韧了 对 你看它韧性非常强了 但是它的脆感依然在保持 所以说用它来夹上馅料 咱那这锅榻的第一步 就算是完强了 怎么加馅料呢 好 加馅料非常简单 我们先取一片 稍微的再来点这个淀粉 在这个清粉的表面 放完之后呢 我们开始来点馅料 学会了这个山东的 锅榻的老技法 我们就可以用无数的青菜 来做这个外面的壳了 同样的另外一片 也给它稍微的裹点淀粉 这样呢给它两片一毡 哇 好 还挺漂亮 好 两片一毡 大家看一下啊 我把它拿起来以后 粘合得好紧密啊 对 然后咱就开始进行下一步 也就是脱蛋液下锅间 哦 如何香呢 还有窍门呢 好 我们稍微的在表面呢 再给它锅这么一点点的 这个面粉 哦 裹的时候呢 把这个所有的我们的这个 切面和馅料的这个 都给它裹匀 目的是做一个很好的包裹 然后咱咱给它拍一层蛋液 这蛋液不用太厚啊 轻轻这么来这么一层 咱可以给它下锅里来煎了 把锅底烧热之后呢 稍微给点底油 给它放到锅里 好 放到锅里去之后呢 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煎这个锅榻菜盒也好 还是我们做一些 其他的锅榻菜盒也好 我们在煎蛋液的时候 一定要把火力调到最小 保持锅底温度就可以了 因为鸡蛋呢 它不是很受火 不是很耐火 稍微给火大了之后 它就会糊掉 你再怎么做 咱这个鲜香味美的这个环节 完全就消失掉了 哦 明白 对 我们顾大厨山东人啊 今天教大家说 地地道道的山东老手 一锅榻的做法 我是特别喜欢吃 怎么能做得香 一会儿还有敲门 但是这中间的过程 我有个疑问啊 因为平时有可能 我们在家里面煎的 这些东西是先裹蛋液 后裹一些淀粉或面粉 那您今天是先裹了 这个面粉再裹蛋液 这顺序不一样了 会效果不一样呢 当然效果不一样了 最后裹蛋液这个步骤 那我们煎香了以后 它出现一些 很特别的香味 我们再一会儿 再加点汤 稍微地在锅里这么一塌 这个汤汁实在是太香了 最后还有一些蛋液 这种自然的粘稠的状态 你也不用勾芡了 也不用给到 再多的一些淀粉 所以你看传承下来的 这种老味道 就是有窍门的 有时候就是顺序不一样了 它味道就会不一样 对的 我们多接几个 一会儿我们多吃点 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了 今天我们要把平时 当配菜的莴笋 当主角了 它可以很好的 帮助我们控糖 天然的控糖高手 可是里面富含什么 营养元素 帮助它来给我们控糖呢 李主任到底是什么 营养元素 这个营养素 是我们糖耐量因子的 组成成分 所以它是 胰岛素的一个辅助因子 是一个小帮手 它还促进糖代谢 对于控糖 就是我们所谓的 天然的控糖高手 这就是烟酸 实际上它也是 B族维生素的一种 你只要闻到鸡蛋的香 就可以给它翻面了 现在稍微地 给到一点葱姜 稍微再烹点料酒 稍微地来点汤 那想必这料酒 是增香的窍门吧 还真不是 料酒呢 只是一个 我们前期前缀的一个使用 来看一下 我们家的汤的比例 和食材之间 一定是什么 不能没过食材 这个是锅榻的 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标准 为什么 那么重要吗 如果汤多了 不就成炖了吧 略微把味道 给它收一下之后呢 稍微补一点酱油 最后一步 增香窍门来了 增香窍门 香油 有那么一两滴 给它增香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就出锅了 含糖低啊 含膳食纤维糕啊 富含烟酸的莴笋 当做主角 做了一套美食 让它又烘糖 而且又美味 让它又嫩 又鲜又香